服务员 这身衣服我要了 姐妮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店今天刚到的新款 你好 这衣服多少钱 一万九千八百八 这 怎么这么贵啊这 这 张总 我看我还是不要了吧 让你穿着你就穿着 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服 一会儿穿这身衣服 送我去上班 服务员 开票吧 没空 找安董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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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 مش 百分 车 张总 您醒了 你叫什么来着 宋梁阳 对对对 我怎么到这儿来的 情况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我不是第一次给您开车吗 然后您喝醉了 我也叫不醒您 所以就不知道您家里住哪儿 本来昨天想给您开个宾馆来着 但是我眼囊中羞涩 然后想打电话呢 我又没手机 那我这儿有手机啊 就在包里 我哪敢动您的包啊 所以昨天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给您带到我这儿来了 我这个地方 反正条件有点简陋 您多担待啊 昨天晚上真是难为你了 那个 张总 那要不您再歇一会儿 我奶奶刚才给我打了个传呼 我出去供应电话给他回个电话去 哎 你不用啊 我这儿不是有手机吗 你可以用啊 这不好吧 哎呀 有什么不好的 你出去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觉得才不太好呢 给 哦 好 那谢谢张总 好 喂 哎 奶奶 是我 宋洋 您怎么样了 身体好点了吗 我没事 我挺好的 那您跟我爷爷多保重身体 我就不不跟您多说了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我们老板的手机给您打的 电话费特贵 回头我给您打长途吧 哎 张总 谢谢您啊 不客气 怎么 家里老人病了 是不是需要用钱 我可以帮你啊 不用不用 谢谢张总 你看我不用客气的 您怎么样 好点了吧 一会儿我是送您回家 还是回公司啊 哎呀 哎呀 你看昨天晚上我真的是 真的是喝得太多了 我到现在 哎呀 这头还有点晕 我 我 我能在你这儿再待会儿吗 方便吗 哦 没事没事 主要是我这条件不太好 您就将就将就吧 没事 那要没什么事儿 我就先洗西装了 不然明天上班 我就没得穿了 哦 哦 嗯 你这西装这么洗会走行的 嗨 我这西装啊便宜 本来就没行 你看我昨天喝了那么多 这是不是吐了你一身哪 真不好意思啊 哦 没事 我这西装啊才二百多块钱 您那车多贵啊 总比吐车上强啊 这车再贵 也没有人贵啊 哎 行了 来来来 哎 哎 张总 不怕您笑话 我就这么一套西装 咱们公司不是有规定吗 上班必须穿西装 明天上班就没得穿了 这规定也是我规定的 小松啊 您要记住啊 现在你可是我的专职司机了 以后呢 可能还要帮我去应酬 可能还要去接一些贵宾什么的 你现在代表的 可是我们永新房地产公司的形象啊 你穿这种衣服 不大合适吧 张总 那 等我下个月 下个月 我月底拿了工资 我再买套贵的 你那点工资 就给你爷爷奶奶买药好了 哎 我现在正好有时间 陪你去商场 我送你一套 好 等我 不错啊 真是佛靠精装人靠衣装啊 嗯 穿这身 才能代表我们永新集团的形象嘛 服务员 这身衣服不要了 姐您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店今天刚到的新款 哎 你好 这衣服多少钱 一万九千八百八 啊 这 怎么这么贵啊这 这 张总 我看我还是不要了吧 让你穿着你就穿着 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服 一会儿穿这身衣服 送我去上班 服务员 开票吧 好嘞 好嘞下次光临 欢迎下次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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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光临 快过来看有哈雷 好帅啊 好帅啊 你们拉链开了 哇 喂 你们拉链开了 喂 我给你倒杯咖啡就好了 哎 哎呦 光临焦色狼 我给你倒杯咖啡就好了呀 哎呦 光临焦色狼 我给你倒杯咖啡就好了呀 我给你倒杯咖啡就好了呀 你看你好像做了一点没事儿 哎呦 你怎么戴上眼镜了啊 呃 我平时就是近视啊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啊 这个我平时都戴隐形眼镜的 今天刚好掉了 我这个样子跟平时看上去很不一样吗 很不一样 不一样就对了 喂 你也喜欢看《军事》杂志啊 如果 没事吧 没关系 你喜欢就拿去吧 没有了 谢谢 太好了 公交四郎没认出我了 等等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呀 怎么可能啊 我刚来这家店才没几天 不可能见过 你不但眼熟 而且声音也很熟 肯定在哪见过你 您肯定就是错人了 不可能 石天明 你不是说了你跟朋友去赛车的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是 本来是 但他们临时有事所以取消了 你再找个好点的借口骗我呗 等等 你曾经踩过我一脚 是不是 现在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天明 你还没给我解释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看你们慢慢聊聊得开心 别走 你就是那个在公交车上面踩过一脚的那个女的 就是你 天明 你这单身的时候话也太老套了吧 人家富游都不惜得搭理你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啊 我跟我男朋友呢 只是 开个小玩笑而已 您帮我来得跟他跟你们 好的 没问题 天明 天明 你跟我解释啊 行了 这么多人哪 你别这样行啊 这个公交色了 记性也太好了啊 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 我找宋阳 请问 公司分给她的新宿舍是在这儿吗 阿静 这女人是谁啊 小点声 阿静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说你分了新宿舍 我那意思是说 说你怎么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啊 怎么 我打扰到你了 好吧 那我走了 阿静 这生什么气嘛 咱们有话好好说 走 先进屋行不行 行了 天明 你还没跟我说 刚刚那个服务员踩你一脚 是怎么回事呢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干吗问他呀 就是不知道才问的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能不能好好回答我问题 别看了 我什么时候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天明 你是不是烦我了 又来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看上那服务员了 你管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天明 你别看了 你要个冰咖啡 不好意思 我什么时候点过冰咖啡呀 我刚刚明明要的就是热咖啡 您 您点的是冰咖啡呀 我连我自己点的是冰咖啡 还是热咖啡 我都记不清楚了吗 不好意思 那我帮您换一杯 你可不可以不要无礼取闹吗 我 你可不可以不要无礼取闹吗 就刚才 你看看那人 那是我永新集团的董事长 张立元 你们董事长 那 他怎么会在你的宿舍里啊 张总说了 他不是好久没视察员工宿舍了吗 顺便过来看看 这 西装 新买的吧 挺帅啊 是吗 还行吗 你看 多少钱啊 一分钱都没花 工作服 工作服 就这材料 就这剪裁 这剪裁 肯定不便宜吧 你说老实话吧 这西装到底哪儿来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啊 是我们张总送的 你们张总啊 开的不是房地产公司 开的是慈善公司吧 你说 你这话里怎么都带刺啊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跟你说实话吧 刚才在门口啊 我跟你们张总打了个照面 他看我的眼神 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怎么不舒服了 我觉得 他对我有敌意 你就别瞎猜了 我就问你一句 你们张总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阿静 我觉得呀 你要想跟我找茬的话 咱们换一个话题 好不好 你说你说这件事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我们张总是一个亿万富婆 你也不动脑子想想 他怎么可能对我一个 一穷二白的一个小司机 一有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 阿静啊 你就放心吧 我不是都承诺过你吗 我的心 这辈子都是你的 别人谁都装不下 你明白吗 打扰一下 这您要的热咖啡 我什么时候要的热咖啡啊 我刚才明明点的就是可乐 我说你怎么当的员工啊 客人的要求你都不知道 我 去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怎么培训的员工 上班不戴耳朵 还是故意跟人添堵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先去帮您换可乐 不用换 你点的明明就是热咖啡 我说换就换 赶紧去换 我说不用换 我说换就换 不用换 你 喝过了 不能再换了 你要喝可乐 让他帮你再上一杯吧 记得 帮他结账 站住 我就说你们俩有什么问题吧 快说 在洗多久了 杨佳 你有病啊 如果你继续这样 我们分手吧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你说呀 嗯 不好意思 麻烦你拿一杯可乐给他 哦 好 小佳 小佳 你跟我在一起 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 我 既然那么辛苦 那你还不如跟我分手算了 你想想 你每天都一身一轨 你可以想出一万个出轨的理由 放在我身上 不是 你恨不得在我家里 装一个摄像头 我每天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哪怕我只有一句话说错 你都能解读出一千个理由 就算有一只母苍蝇 在我身上停留 你都能编出一个厌情故事来 佳佳 我觉得谈恋爱其实 是很开心很轻松的 而不是现在每天 精神紧绷成这样 我真的觉得我像坐牢一样 每天都要报备解释 报备又解释 可是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 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争夺了 你让我怎么有安全感呀 是 好像可能我真的不适合谈恋爱 可能 可能我根本不适合你 你说不适合就不适合 这竹子 这竹子可是在老婆一手间 亲手给我戴上的 这可是你们时间留给儿媳妇的 不是随便带在哪个女人手上都可以的 现在的老人家带走了一个月 你这对我说说这样的话 你也有良心吗你 你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你 不要你滚 你看到我和我男朋友吵架 你是不是要别行单了 货为你 贾佳 你少管闲事 去把你们经理给我叫过来 我投诉你 我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您千万别投诉我啊 我在店里工作三年 马上就要升职了 这衣服我来赔我来赔 你升不上职关我什么事啊 把你们经理给我叫过来 这衣服五千多的 你赔得起吗你 行了 贾佳 是你先撞到别人的 小姐不好意思 她心情不好 这衣服是我买的 就两百块钱 不用你赔了 盛天明 你们说你跟她没有一短 在当着我的面 就当了脸色蜥蜴蜴的你 够了 你远没完 你不先丢人 我还先丢人呢 小姐 结账 你不觉上是当人家 盛天明 盛天明 你给我上去 盛天明 你给我上去 你别想跑 咱这就把话说清楚了 你疯了你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佳佳 我们都冷静一下 好好想想我们的关系吧 你刚才说 说这衣服也是你买的 你有权力决定那层服 原是赔还是不赔 是不是 对 好啊 那咱今天就把其他话 都说清楚 行 说清楚就说清楚 怎么说 你身上穿这件外套 是我买的 对不对 对啊 你买的脱下来 拿着 你那个贴旗是我买的 别让我偷这个啊 这是我自己买的 先生 找你的钱 谢谢 小姐 我真的觉得你很眼熟 我们一定是在哪里见过 你还真能装呀 有这份演技 你当什么富裕 你直接就用斯卡拿小精神不得了吗 够了 有完没完的你 我就没完了 你有本事 把那条皮带也给拖下来 那也是我给你买的 拿 你 不用看了 这鞋也是你买的 谢谢您 拿着 施天明 你太过分了 好啊 施天明 对你娘 你有本事 把你身上裤子也给我脱了 姐妹 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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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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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狠 脱就脱 我一大男人 怕什么走光啊 看着啊 你们开什么开笑什么笑啊 没对我小梁过吵枪到温家身上 没事没事 有点看啊 千万别客气 这个年袍 不怕没钱 就怕男人没有娱乐精神是不是啊 你 你没钱 你 蓝蓝是个吃软饭的 东西都是女人给买的 别瞎说啊 这身衣服是她非要买 非要逼着我穿的 她身上这套还是我买的呢 你也不看看你买的 都是什么扇转牌的地态物 是啊 我诗天明就是买不起名牌 怎么了 对不起 委屈你了 爱穿不穿不穿拉倒 拉倒就拉倒 小姐别冲动 走开 这个地态上买的水劲还 我 我还给你 还有 还有这三十块钱的墨镜 我也还给你 还有这衣服 好女不可难逗啊 你走开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赌气归赌气哪 能这么欺负女人 是不是男人啊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关你什么事啊 你给我闭嘴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自找麻烦了 还给你 喂 喂 还有呢 你别多管我 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傻呀 我里头还有一件呢 这也应该不是她买的了吧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那手镯 虽然不值钱 但它是我的传家吧 来 拿过来 嗯 这个手镯 可是咱姥姥去世的时候 尽量不值钱 亲手给我戴上的 你要是怎么要回来 你就去咱姥姥坟前亲自要 行 这个周末 姥姥坟前见 你 记得说话算话 这个周末 不见不散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快站住 你别走 你别走 真的 那个 需不需要帮忙啊 我来帮你捡吧 你别碰我男朋友的东西 我 我捡你的 你这儿需要多少钱啊 大概两千多 我这儿啊 有点钱 应该够用了 你先拿去 我想起来了 美人姐姐原来是你啊 三年前 你是不是在医院里 给过一个陌生女孩 两千多块钱 不记得了 有这么回事吗 有啊 我说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呢 我就是那个女孩 你记不记得 当时我姐姐急需疏险 我身上没钱 是你给了我两千多块钱 救了我姐姐的命 后来我回去找您 您名字都没留下就走了 姐姐你想起来了吗 太好了 这三年以来我天天盼着遇见你 没想到还真的遇见了 你给我留个电话吧 我回头就把钱还给你 不用了不用了 还钱就不用了 你只要不动我男朋友 我就谢天谢地了啊 恩人姐姐你误会了 我是真的不认识你男朋友啊 那她刚才说 你踩她脚是怎么回事啊 那 那只是一点小小的误会 真的 我发誓 我是真的不认识你男朋友 而且跟她半点关系都没有 我要是骗恩人姐姐的话 我就天哪来骗 顾都好死 这样你也不敢 恩人姐姐 你是在找耳环吗 我帮你找耳环 恩人姐姐找到了 恩人姐姐你看 太好了太好了 我我帮你拿 你呀别一口一个恩人姐姐 恩人姐姐的叫了 听得我乖别扭 你要是真记得我恩啊 你就别挖我墙角 别碰我男朋友的东西 不然啊 不然你怎么打得很难看呢 您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绝对不会的 不过钱我还是还给您的 您给我留个电话 我这个月发了工资 就马上还给您 只要是你敢不知天高地厚 打我男朋友的主意 不光会让你还钱 而且才会让你心情给还钱 更惨痛的代价 知道这家咖啡店老板是谁吗 是我妈 恩人姐 恩人姐姐 等等我 恩人姐姐 我帮您捡回来了 对了恩人姐姐 您给我一张名片吧 我回头把钱还给您 电话也行啦 恩人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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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交色狼 好 邓总 你要用车吗 暂时不用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怎么样 还适应这儿的环境吧 挺好的 谢谢张总关心 这看书呢 好 你看真不错啊 好学呀 我们公司就是鼓励年轻人 能多学习多进步 将来公司会有大把的机会 提供给你们的 那就多谢张总栽培了 哎呀 哎呀 哎呀小苏啊 我这个人平时挺随意的 呃在没人的时候 你 你不用叫我张总 叫 张姐 啊 这样不好吧 张总 毕竟 我是您的属下 我要有规矩 哎 对了 昨天在你宿舍的时候 我见到那个女孩 她是你什么人啊 哦 那是我女朋友 滨江大学中文系的 马上就毕业了 是吗 挺漂亮的 跟你也很般配 哦 谢谢张总夸奖 那 在你心里 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 哦 张总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您在我心里是 平易近人 而且呢 慈祥善良 就像我妈妈一样 哦 哎呀 你看我我这个人嘴笨 我的意思是说呀张总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呢 我妈妈去世得早 所以在我的印象里 我妈妈是很年轻美丽的 哎呦 真对不起啊 没关系 张总 啊 那你说 这美丽和年轻 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 是不是对我 已经不复存在了呀 不会啊 您现在那年龄啊 我觉得啊 是女人最好的年龄 是吗 张总 我觉得吧 这女人在三十岁以前啊 那都不叫做女人 为什么呢 因为它无论从经历啊 从阅历啊 对吧 那都是单薄的 青涩的 而女人在三十岁到五十岁 这个年龄段 那才叫女人 魅力四射呀 就像花开了一样 而且我觉得您现在吧 看上去也就是三十上下 是花开的最旺盛的时候 哎呀 你看 以前也有很多男人这样夸过我 可是这话 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这么可信呢 哎呀 我啊 不瞒你说 今年已经四十二岁了 我这人呢 早婚早遇 十八岁我就有了女儿 二十岁我前夫 给我补办了一个婚礼 三十岁我们分居 十年的冷战 不过还好 在前年 我们俩就已经离婚了 我的人生 就像一部女人扛咳室 算了 不说这些了 一切都过去了 对了 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 你看我差点给忘了 送给你的 哎呦 张总这个 这个太贵重了 我 我不能接受 哎呀拿着啊 不用担心啊 这手机费呢公司给你报销 我就是希望啊 你经常能跟爷爷奶奶通通电话 问候问候他们 不用把这一年的话 非要等到过年回去再说 对不对 张总 这毕竟我这无功不受禄嘛 这这还是给您吗 哎呀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好 关键是别的部下不是没有这个吗 所以我想 你是一般部下吗 你可是我的专属司机 行了我没什么事了 那你忙吧 喂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肯定你就是那个踩了我一脚的人 对不对 对 没错 在公司上踩你脚的人是我 在医院不肯帮你忙 不肯倒餐的人也是我 怎么了 你被开除了 不明显吗 我就是担心杨佳会找你麻烦 所以特意过来看一眼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你少冤我的任仁姐姐 跟她没关系 是我们经理自己要拍马屁 千万我一辞退了 什么任仁姐姐 你火星来的 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 你听不懂 我没关系 你只需要记住 你的女朋友是我和我姐姐的恩人 你不忍欺负她 你要是再给我什么花花长嘴 相信我差你个三等财费 不管怎么说 你工作丢了都跟我有关系 你才围剿的事我就不计较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不需要 要不这样吧 我帮你介绍一份工作 保证不比这里差 怎么样 谁让你介绍工作了 你还真把我倒是你的新猎物了 让开 好口不挡道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谁稀罕你来了 我丢到工作室我自己倒霉 不需要你的铜钱 我本来觉得我弄丢你的工作 我有点愧疚 我想帮你 我现在补偿你是你自己不要的 我们各不相欠了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你这种衣冠褚褚 满肚子坏舌的男人了 公交色狼先生 请你以后学会尊重女人 尤其是要对你女朋友好一点 他这人虽然脾气不大好 但是心却大大的好 别张嘴闭嘴什么公交色狼 别以为我对你有点小愧疚 就可以随便诽谤我 我最讨厌你这种自以为是的 你少跟我套近乎 虽然我没什么经验 我才不会穿你这种色狼的大脑 让开 你还担心色狼 你以为色狼都是盲人啊 如果你是鲜花牛都不拉舌啊 喂 娘家我跟你说 我们的恩怨我们自己解决 你现在害得人家小姑娘丢了工作 这个责任你必须要负 他丢了工作关你什么事啊 说你看着他了你还不承认是吧 要不然敢做敢当啊 喂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 这世界上 丢了工作的女人多的是 你顾得过来吗你 懒得跟你吵了我 你别忘了啊 你还欠我们家祖传的那个仪手镯 记得还给我 这个礼拜天上午十点 姥姥坟前见 再见 你 喂 你给我看看啊你 阿姨 不就是一个手机吗 有什么不敢给我看的 你要是不敢 你就是心里有鬼 这有什么好看的 你这不胡闹吗 你给我 你给我呀 阿姨 手机 新款的 张立元 一个堂堂集团公司的老总 他凭什么对你一个小司机这么好啊 这里面肯定有鬼 我给老板开专车 老板给我配工作手机这怎么了 不是你 行 那你要跟我说这个 我还真跟你理论理论 你那局长公子张明杨呢 他不是每个礼拜都给你送鲜花吗 保持三点了吗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我跟张明杨之间清清白白的 不怕你怀疑 你清清白白我就不清不楚吗 阿静 你是不是贼喊捉贼呀 我告诉你啊 你这 你要看不惯我你就直说 你不用天天这么跟我找馋 这别别拎拎的有意思吗 你 宋阳你太过分了 姐 你们哪怎么又吵起来了 小静你看他 宋阳 你就不能让周卫姐一点 我还怎么 你要是这么宝贝这个手机 拿 拿好了 姐 姐 你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就他那个老板 一个单身富婆 送他一个这么好的手机 送个手机怎么了 可你知道那手机多少钱吗 他竟然说那是工作手机 这可是今年的新款 一个工作手机 他至于这么好吗 小妮 不是我想太多了 你想 如果换作是女的话 你凭良心讲 你会不会怀疑 他跟他老板之间的关系啊 姐你等着 我去问问他啊 苏洋 安宁啊 你说句公道话 你给评评理 你说你姐 这不是浮风众影 无理取闹吗 我们两个人之间 有可能进不起考验的人 应该是她吧 那担心被抛弃的人 应该是我啊 老实说 我也不相信 一个集团老总 会对你一个小司机 有意思 但是我姐 她也不会无缘无故的 就对你老板 那么有戒心吧 不是 咱们这样好不好 你换位思考一下 你站在我的角度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 你要不就辞职吧 辞职 对啊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对于我姐来说 已经造成了 不安全感啊 她会伤心啊 那你就应该辞职 来证明对她的爱啊 不是安宁啊 你这样公平吗 这不是不讲道理吗 这不是小题大做吗 我好不容易 我进了这么好的一个公司 还是个集团公司 就因为你姐在这儿 争风吃醋 我就要辞职啊 什么叫小题大做呀 三年前要不是你小题大做 胡乱吃人家张明杨的醋 欺负了我姐 害我姐差点没命 她现在能不能 没有安全感吗 阿静 这么跟你说吧 这些年我换了多少工作 你是知道的 所以呢 永心地产给我的报酬 是最高的 老板对我也挺好 要说心里话 我不太想放弃这个工作 而且更关键的是 我对永心是有归属感的 可你知不知道 你的归属感 已经让我失去安全感了 宋阳你相信我 当我在你宿舍门口 看到张立元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感觉她对我有敌意 敌意 阿静 我曾经不跟你解释过吗 人家一个亿万富豪 怎么可能对跟自己女儿 年龄差不多的一个陌生女孩 有敌意呢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可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的直觉肯定是对的 况且张立元她现在是单身 你又长得一表人才 她喜欢你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而且现在社会上 就有很多富婆喜欢像你这样 既年轻又朴实的男孩 虽然我还没踏入社会 可是大学不是真空的 像这种事情啊 我也听得多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 你怀疑我呢是吗 你把我想成那样的人了 我 宋阳 我姐她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种种迹象表明 那个张总对你有好感 这个总归没错吧 你要是真在乎我姐啊 你就不要让她再担心 再这么紧张了 宋阳 我对张明杨的死缠烂打 态度可是一向很坚决的 如果你舍不得辞职 你心里就肯定有鬼 谁心里有鬼啊 不是 你们俩怎么 行行行 我跟你们俩我也没法讲理 我说不过你们行了吧 这样吧 这样好不好 我呢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证明我有多么地在乎你阿静 辞职就辞职 无所谓 真有骨气 不枉我姐等了你三年 本来想生了职做了副经理 就可以跟这个地下室说再见了 没想到啊 还得跟这个地方相亲相爱一阵子 真没想到像杨佳这样的好女孩 会爱上一个小痞子 小宁 你也别着急 这工作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再找新的 可是千万不能让咱们恩人姐姐 误以为咱们是恩将仇报 放心吧 那种小痞子啊 我看都不会看一眼 也就是杨佳姐姐那么天真好骗 不过好在我们已经找到她了 接下来呢 就是还钱报恩了 小宁 其实这笔钱是肯定应该由我来出的 可是这次我逼宋阳辞了职 我想她心里一定不痛快 我想给她买部手机 让她高兴一下 姐 哪有女孩子主动给男孩买手机的呀 你是不是被张立元气傻了 跟她怂气呢 不是的 小宁 宋阳的工作你也是知道的 她真的是很需要一部手机 她一直都舍不得买 你看 刚好老板给她了一部 可我却逼她辞了职 她心里肯定不痛快 如果我能给她买一部 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行吧 买就买吧 只要你们两个人好好的 别老吵架就行了 好在呢 我这儿还有几千块钱的积蓄 我先拿出来还杨家 小宁 谢谢你啊 这笔钱算我向你借的 我今后一定会还给你的 还有 你供我上大学的钱 我以后啊一定会双倍地还给你 姐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是你妹妹吗 你不是我姐吗 什么还不还的 根本我还算那么清楚 你呀 要是真替我着想 就别在框口去做兼职了 好了好了 我答应你啊 这还差不多 张总 张总 人事部的同志说 我辞职的事 必须要有您的签字 我才能拿到工作押金 所以 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啊 是对公司不满意啊 你可以提出来啊 不不不 公司挺好的 您对我也挺好的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有些难言之隐 不太方便说 什么苦衷 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去处了 没有没有 我一个要学历没学历 要技术没技术的人 除了您这儿 您说 还有哪儿更适合我 那我就奇怪了 那我就奇怪了 既然在我这儿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走呢 好了 我也不逼你了 把笔拿过来 我给你签字 张总 对了 对了 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这是您送给我的手机 我想还是还给您吧 这是我个人送你的私人物品 留着用吧 以后给你奶奶通话也方便 我女朋友给我买新的手机了 所以我想这个还应该还给您 看来你女朋友是不愿意我送你手机呀 给我看看你女朋友送给你的新手机 喝了 还是一部新款的 看来你女朋友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孩子 就为了一部手机 你和你女朋友是不是要累紧裤腰带 过上大半年的时间才能把这个开销补回来啊 何必呢 一个在校大学生 要是赚一部手机钱多不容易 要强可不要在这上面啊 好的生活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不光体现在物质上 还有体现在心态上 说我直言 我觉得你女朋友的心态 不好 她喜欢和自己和别人较劲 好了你看你都要辞职了 我还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 不过 作为一个姐姐 我还是想再劝你几句 说实话 你个人条件并不是很好 你只有高中学历 又没什么特长 以你的能力 要是在外面找一个 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 真的挺难的 我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机会 你都不珍惜 不管你有什么苦衷 可千万不能意气有事 男人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 行了 不多说了 你去问你的手续吧 苏洋 我的手机号码永远不会变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你就给我打电话 祝你好运啊 你去看 小宁 你说 宋洋会不会后悔 以后会不会恨我 不会的姐 对于宋洋来说 你肯定比一番工作重要多了呀 你 你 怎么开的车呀 恩人姐姐 阿姐 这个就是当时就咱们的恩人姐姐杨佳 杨小姐 太谢谢您了 姐姐长得可比妹妹漂亮多了 杨小姐 杨小姐 如果没有您的话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能活到现在 小宁 对对对 恩人姐姐 这个是当时您借给我们的钱 我都收了 这个钱我不要了 你要我说多少遍 可是这个钱您必须收下呀 听说王经理把你给辞退了 这事跟我半毛情况也都没有啊 别赖我头上 怎么会呢 这钱就当做是公司给你的补偿金吧 以后别老拿这钱的事来磨叽我了 我还有很多事呢 先走了 杨小姐 恩人姐姐 恩人姐姐 晓妮 这杨小姐怎么一直都对你有戒心啊 有什么办法 还不是因为那个痞子 公交色狼 怎么样 自知手续办完了 你对我的好 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晓晓啊 您可得记住 男人呢 可他那么管 你管得越紧啊 他溜得越快 就像手里的沙子笔 哎呀 可是我要是不把他拽紧点 他就真跑了 这石天明这么花心 你干嘛要跟他在一起啊 我这张丽媛的女儿 还怕没人追 追我的男人是挺多的 可是他们一个个的 不是巧克力型的 就是奶油型的 软绵绵黏糊糊的 烦死人了都快 天明跟他们啊可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啊 我也说不上来 不过我就记得吧 我第一次见天明啊 是在一个酒吧里 他救过我 当时虽然是晚上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 看到了太阳 我女儿找了一个 像太阳的男朋友啊 哎呦 那你可得小心点 可别把自己给烧焦了 烧焦了我也乐意 呦呦呦呦呦呦 来来来来 快擦擦 来擦擦 干嘛呀妈 你看你口水 都快流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这石天明 好在哪儿 要钱没钱 要地位没地位 就是一个 跨国集团的小白领 你看上他什么了 妈 天明他也没你说那么差劲 他虽然家庭比不上咱们家 可是从来没有在我面前 感觉到自卑过 我就是喜欢这么有骨气的男人 而且呀 我还在他姥姥临终前 答应说要照顾他一辈子的 我可不想触耳反耳 妈妈送你两个字 反见 人家姥姥去世都快一个多月了 你还在这假戏真做 我没做戏嘛 我那是真爱天明 行了行了行了 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你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你刚才说那个小打工妹 是什么来历啊 还让你很紧张 她叫安宁 是你那个司机女朋友的亲妹妹 说起来也巧了 几年前啊 我还在医院帮过他们俩呢 是吗 为什么呀 您不是跟我说的吗 说做人要助人为乐 当然给自己积德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当天吧 安静她供外孕大出血 急需要输血 但是自己又没带够钱 我就把我手头的钱全都给他们了 好 霍全 有人划你的包 快看看 有东西了没有 谢谢啊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洪琪 算了 不能就这么算了 光天患尔之下 没完法了 你赔我包 你哪这样看见我划你包了 你有证据吗 你 站住 我切看你划他的包 刀片就在你手里 快打人 来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俩别打 来 走开 来 走开 来 走开 走开 洪琪 我没事 走开 来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你帮我忙 来 帮我忙 走开 你帮我忙 你干吗他教你呢 干吗他教你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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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下事了这儿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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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带来 我今天跟谁拼了 滚 再不过我就报警了 这姑娘不要怕 就他马上去找我 看他没害羞早 滚开 那你还怎么伤到 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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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同学 你怎么样啊 没事 你擦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的眼镜呢 对不起 对不起 眼镜 眼镜 谢谢 谢谢 走 走 走 都怪我 不行 对了 我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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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你去医院吧 去医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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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伤口这两天的尽量不要沾水 以免感染 等过两天结痂了 慢慢就好了 疼不疼 好了 这就好了 谢谢啊 谢谢 没事 谢谢 来 走 好 慢一点 慢一点 你刚受伤了 没事 今天把你眼镜都给摔坏了 我赶紧陪你一副吧 没关系 我不静视 你的眼镜我戴着玩的 我刚买的 今天谢谢你啊 我刚失业 也没找到工作 就剩那点生活费了 我得感谢你呢 好 英雄救命不成 反便你给救了 你已经很勇敢了 这年头有几个人 有点见影为啊 别说了 刚才我挺狼狈的 你这么说的更不好意思了 那就大恩不言谢 等我找到新工作 请你吃饭啊 你是哪个系的 我不是这个学校的 我是旁边美院的 读油画专业 大四了 但我有个高中同学 在这里读中文系 这么巧 我姐姐也在这读中文系 也是大四呢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许莫轩 言无许 沉默的墨 气宇轩扬扬扬扬扬扬扬 许莫轩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穷妖矩啊 许莫轩 你能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吗 可以啊 我 我打给你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一个穷打工妹 没有手机 没事 你给我写下来吧 好 这是我手机 这是我坐机 这是我坐机 我在美院旁边自己租的饭子 有婚客来找我 我打给你的时候 你不会以为是骚扰电话吧 欢迎骚扰啊 那我可就真打了 干嘛 走 嗯 你说你不计时 为什么要戴眼镜呢 装丝问人 蒋总 我想耽误你三分钟时间 你什么人啊 想干什么 我是一位求职者 我希望您可以给我三分钟 听听我的陈述 当时给彼此一个机会 这个周末啊 我们盛氏集团在人才交流中心 有一个招聘会 我认为你应该到那儿去试试 而不是那么莽撞 跑到这儿来找我 蒋先生不好意思 我可能是有点莽撞 是你是老板 我是求职者 但是我认为 我们应该到那儿去试试 看在平等的角度上面 好好地对话 年轻人 你用的这招很有创意啊 可是我要告诉你 盛氏集团 是一个很严谨的公司 一切事物呢 都得照流程来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 你还是去招聘会上 由我们公司专门的部门 来验证你新锐才华 但我应聘的是 人事部总经理 而招聘会专场上负责的那个 就是你们人事部经理 试问他会招一个竞争对手 来跟他想位置吗 人事部经理 但我应聘的是人事部总经理 当我应聘的是人事部总经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什么名字啊 石天明 这里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蒋总 真的很感谢您宝贵的三分钟 助理 拜托了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什么呢 我跟杨佳已经分手了 你别乱说 我给你算算啊 你这分了几次手了 这每个一百次也有八十次了吧 可惜每次都分不掉啊 你呀 就别折腾了啊 谁折腾谁啊 是我没心情陪她玩了 你唠唠叨叨的 新娘都装好了吗 哎呀 好了 好了 这不都等您了吗 大师 咱选好地儿了吗 卷好了 就那片草坪 好嘞 老贝 来 走了 哎 干嘛呢 哟 找到新工作了 没错 本姑娘现在就是这个公园聘请的临时园艺工 你脚下的这块草就是本姑娘负责的 看到牌子没有 爱顾花草 尽出尽踏 我们就拍几张照片而已 踩不坏的 不行 这是规矩 我们去过管理处交过补偿费了 放心吧 交过钱也不行 这个草地是我不责的 坏了我可是要赔的 小姐 谁小姐啊 乱叫什么小姐呢你 行 呃 姑娘 我们就拍几张照片 不会乱跑的 就摆几个姿势 拍完就走 好吗 呦 呦 这是我的职责 你们去别的地方拍去 这公园是私营的 跟影楼是有协议的 这草坪就是给人拍照用的 我的朋友来拍婚纱照 婚纱照你懂吗 一生就那么一次 多么美好的事情 能不添乱吗你 公园这么大 你们去别的地方拍我管不着 这块草地是我负责 你们谁都得要上去 喂 哎 天明啊 啊 你不是跟这公园老板很熟吗 你怎么嫌疊的 哎 这要再拍不了 太阳可下山了啊 行 我今天就是要拍了 怎么着吧 哼 哎 反了你们是不是 给我下来 下来 你这怎么不讲道理啊 出不去 你 我说你怎么 这 这个不能怪我啊 是你先不守规矩的 天明怎么样我看看 哟 你知不知道 一个镜头好几千的 啊 这不一摔可就 算了算了 算了 算了 算 算 算了吧 哎 天明 天明 出什么事了 嗯 没事 你来得刚好啊 来来来 我们上午交了钱 啊 这个消息现在死活不让我们拍 照片没拍成 你看相机摔什么样啊 啊 安妮 你怎么回事啊 经理 这块草地正在养护 不能踩他的 这位先生非要上去 我但是 你万事怎么一根筋啊 草地是需要养护 可人家交的钱 不就是为了养护草地吗 再说了 我和天明还是好朋友 你把人家相机摔坏了 马上跟实际先生 配得道歉 又没有人通知我 这个草地是用来赚钱的 我没有做错什么 凭什么想要道歉啊 你小小年纪脾气还不小 马上道歉 要不就别到我这儿干了 小事情别为难他了 不行不行 如果今天他不赔礼道歉的话 那我今后怎么管理这帮临时工 大不了我就不干了 让我跟这种人赔礼道歉 门都没有 别说门了 窗都没有 范儿都没有 我还给你 你给我站住 好 你辞职可以 可是你摔坏了别人的东西 总不能让我给你赔吧 没事没事 相机我自己拿去修就好了 赶紧走吧 走吧 修这个相机要多少钱 没多少钱 才几只快 真的不用你赔了 不行 你的相机是我摔坏的 我必须得赔给你 行了行了行了 真的没多少钱 不用你赔了 你赶紧走吧 我现在就跟着你去修相机 该多少我就赔你多少 我可不想欠你人情 行 好兄弟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拍不了了 找别人帮你拍吧 收拾东西 走了 不是 天明 你这个点儿让我找谁拍去 你上哪儿修相机去啊 喂 你慢一点 你等等我 你 你去哪儿修相机啊 你 你吭声啊 你到底去哪儿修相机 你可别不觉好歹啊 我可是诚心实意要陪你相机的 过着这村我可没这个店了啊 哎 哎 一会儿在哪儿见呀 握手 哎 你还没说 你 你还没说去哪儿修相机呢 好啊 你回来 你给我站住 别跑 哇 这姑娘的嘴可真小 在说什么呢 给我停下来 停车 停车 你又无赖 你给我站住 小端头还想追摩托车 来来来来 你上个屁口啊 你要累死我了是不是 挺能跑啊你 姐在学校 可是连学六年的 长跑冠军 真的假的 你爱信不信 你能不能别老是跟着我 别老骚扰我行不行 谁骚扰你了 我伤害你的相机 当然得赔了 别以为你假装高抬贵手 就显得自己高大上了啊 我不收你的小小小坏 赶快带我去专门店 该赔多少赔多少 你忘了 我是公交色狼 你这样老是跟着色狼 你不怕 你是色狼没错 但我是斩狼国的 专斩你这种色狼 养猪的吧 腿像猪那么短 我是养猪的 那你就是那只猪 行 行 行 你那么想赔的话 我让你赔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明天回公园上班 回去 放心吧 如果那个经理不同意的话 我会亲自给他打电话呢 摔坏你的相机 赔是天经地义的 上班的事情 我已经说不干了 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啊 有个性不是在这种事情 上面展现的 千万不要跟自己的饭碗赌气 你还不是因为赌气 要跟杨家姐姐分手啊 我跟他分手 怎么是赌气呢 我是 按你的这种智商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总之你明天必须回去上班 要不然就别跟我去修相机 怎么样 少啰嗦 赶快带我去修 修完我好回家 累死自己了 那你敢坐我的摩托车啊 有什么不敢呢 来 带上 你干吗呀你 想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坐后面 坐这儿 哦 别累我脖子啊 别累我脖子啊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是嗎 還可以再快點嗎 還好吧你 我都說過了 沒有女孩子敢做我的哈雷的 我敢保證 只要你做過第一次 就肯定不敢做第二次了 誰說不敢了 我別唯我吐了就是怕了 不敢做第二次 再來 你想死也別死在我車上 你是不是屬牛的 那麼強 真是 行了別吐了 就像金了 你這鏡頭怎麼穿成這樣啊 別再說笑話搞小動作啊 這個鏡頭壞了 得換個新的 八百塊錢 八百 你 你不是說幾十塊錢就行嗎 不是 我是說幾十 是啊 我就說八百嘛 你們別在那打手 是說外語的 我看你們是聯合起來 想要敲駕我 我說這姑娘 你怎麼這麼不吃好歹呢 我給你說實話 我給你說實話 這個鏡頭 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低了八千都拿不來 是這位先生告訴我 說要把價說低一點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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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八千塊 說什麼呢 不休一下就好了嗎 行了八十可以了 給你八十 八十 你開什麼玩笑呢 不行 行行行行行 別在那幾眼睛了 你狼先生 我姓實的 朱大姐 人家影院明明說是八千 你為什麼說八十啊 是不是 看我是個小打工妹 好糊弄 瞧不起我是不是 是是是 是我糊弄你的 實話跟你說吧 這個鏡頭修不了 必須買個新的 不是八十 不是八百 是八千 你賠不賠啊 嗯 賠 賠就賠 什麼了不起 不過我現在 賠不了你啊 但是你放心 人不死賬不爛 我早晚會還給你的 我給你寫個線條 值 比 我給你 濱江大學女生宿舍樓 一二零二十 喂 你是濱江大學的女學生啊 出來工作 也不用上課了嗎你 這是我姐的地址 她是濱江大學的學生 你放心 我不會來找你 我兩次丟工作 都是因為你 還真是我的掃靶性 我已經很久沒有人 天天說我什麼掃靶性什麼的 什麼年代了 不過這樣的名稱我喜歡 謝謝啊 我走了 大掃靶 要不要送你回家 不用 你給我記住了 我們兩個人現在的關係 是楊百老跟黃世仁 不適合走得太親 說你不敢坐我的車 就是不敢坐我的車 還找那麼多借口 麥樂 我給你匯報一下 我已經從華來辭職了 準備入駐盛世 我有信心 我一定会成功的 还有昨天我终于见到了 那个蒋大伟 这老混蛋 对于保持自己的形象 还真的挺有一套的 稳重 从容 很有成功者的气度 在外面那些人面前 但是 装得还挺那么回事的 不过说实话 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法 下一步应该再做 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 不过姥姥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 让我帮你走 您老人家临走之前 天明当着您的面说要照顾我 爱我一辈子的 可是您这才走了多长时间呀 事故还未寒呢 天明就说爱不算数了 而且 他还让我把这个银手桌 当着您的面还给他 你胡说什么 谁变心了 你要是没变心的话 干嘛跟我提分手啊 我们的问题不是变心的问题 是我们根本就不合适啊 怎么就不合适了 换做是你 有一个人 一天二十四小时一直盘查你 你受得了吗 你没有安全感 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造成的 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一开始是谁说的 说上我以女朋友的身份 照顾姥姥的 现在姥姥走了 你就可以说话不算话了 出尔反尔了对不对 不是那样的 我知道 从一开始你是不是很喜欢我 但是 但是我照顾姥姥之后 你是认可我的呀 而且你还带着姥姥的面 说要 你说我是你女朋友 是 我是说过 我也保证过 但是你想想 我们交往这三个月 平均每一天 炒十几次假 十几次假 你想想 每次都是你无理取闹 没事找事 你真的觉得我们这样合适吗 对 我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那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安全感 一开始是我主动的 没错 但是你也没有拒绝我呀 自从姥姥病了之后 你才承认我是你正牌女朋友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 都没有跟我说过你爱我 我 我怎么有安全感呢 江江 的确你是一个好女孩 我非常感激你 那么细心地照顾我姥姥 特别是在她最后几个月的那段日子里面 我真的很感激 我非常非常地感激你 所以我曾经想过 要好好地跟你交往 我承认 我跟你交往的这三个月 我是认真的 我发誓我真的是认真的 你要是想证明 你不是我想的那种混蛋 那你就当着姥姥的面 说你爱我 你看吧 我就说你说不出来 姥姥 我是真的爱天明的 你一定要保佑我 能够当上你的外孙媳妇 真的不要让天明凑固一个 这么爱他的女孩 这 江江 天明 就算你不确定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但是我求求你 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你不要把这个镯子要回去好不好 我多一点毛病 我尽量改还不行吗 你答应我啦 谢谢姥姥 你怎么来了啊 哥 来看看你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欢迎啊 对了 我刚刚从华雷辞职了 辞职了 为什么 华雷可是世界五百强 你还没有想起 你要想好 我要去盛世集团 盛世集团 也算个不错的平台 不过你确定 比华雷的发展好吗 我知道 这是姥姥临终前嘱咐我的 所以我必须要完成 姥姥临终前的嘱咐 你把我说糊涂了 你把我说糊涂了 那那边给你什么职位啊 你应该问我 我跟他们要什么职位 什么职位 说吧 人事部经理 不过他们没答应 那你就敢辞职 那么有把握 子洋 不相信我 跟你赌啊 赌一个花生怎么样 这个盘子都送你 喝酒去 好好喝什么酒啊 心里不痛快 你刚才不是自信满满 又不痛快了 就当是我给你这个 穷酸化加改善伙食怎么样 别问了 走走走 行了 也别出去吃了 叫外卖 上回你拿来那瓶酒啊 还没喝完呢 行 有什么好吃的 多拿出来啊 行 您老人家来了 一定好好伺候 你老人家 赶紧的 什么情况 杨家发工了 说什么呢 袜子 怪不得凉凉的 不好意思啊 别提了 前两天又差点分手了 又分手啊 又分手啊 我说你老人家 你老人家 这回又是闹哪出啊 你别挤对我了行不行 挤对我的人已经够多了 不缺你一个 你也别太过分了 你说杨家 要长相有长相 要学历有学历 又是亿万富豪的女儿 对你一片痴情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她是亿万富豪的女儿又怎么样 我要的是娶老婆 不是找一个刁蛮公主 那你说说看啊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老婆 最好是 不要矫情的 要洒脱一点 就是 就是我一说走 她可以马上做上我的哈雷 跟着我去闯荡世界的那种 应该是这样的 你说这些条件 杨家都能做到 你说这些条件 就是 就是我一说走 她出门要住五星旗酒店的 只要车能到的地方 她双脚绝对不粘地 世界对她来说 只能用来巡视 怎么可以闯荡 那你可别忘了啊 她是姥姥清点的孙媳妇 就凭这一点 就能打败感情 你哈雷那些妞 这事你想好吧 反正这个世界上 没有后悔要买 我知道了 来 毕竟小婷出电 怎么 你回来了 怕我跟你爸说你的秘密 哪儿 喂 你好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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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哪位 哦 喂 你好 我找许莫轩 找你的莫轩 哎呀 应该是唯女啊 声音不错哦 咋 喂 哪位啊 哦 喂 许莫轩 我 我是安宁 你还记得吗 你要过来 好 欢迎啊 当然欢迎 那我 那我一会儿下去接你啊 好 一会儿见 好好好 好 那 那一会儿见 那一会儿见 普通朋友 一般说普通朋友到最后那个关系都 都不普通吧 到什么程度了 嗯 低音一下还不错吧 先看看 交往交往 我收拾一下房间 太乱了 还收拾啊 你这里已经比我那边干净 十万倍了 我不像你 我受不了 是 强迫症 行了 你慢慢收拾吧 我聚当电灯泡 你别走 咱哥俩好不容易见一次 那女孩性格很好爽的 不会介意什么的 你待这儿吧 帮我把把关 好爽 女汉子 你什么时候变口味 喜欢女汉子了 我怎么就不能喜欢女汉子 可以 层次不一样嘛 喂 这些怎么可以招呼人家呢 给你买点吃的 顺便帮你带束花给人家 哎 是我哥 了解我 当然了解你了 矫情 红玫瑰 哎 红玫瑰就不要了 给她莱述 白白喝 更适合她的气质 女汉子什么气质 嗯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那就是 清洁 洗衣粉 有 一个月碰见三次 你说这不是缘分 是什么呀 哎 怎么又是你这个大扫吧 今天不知道又要有一段 什么倒霉的事情 哎 对债主客气啊 不用提醒我 欠你的钱我今晚还到 给你开玩笑嘛 那么认真 来着干吗 看朋友 女朋友住这儿 我朋友也住这儿 女朋友 我看是女朋友吧 这么快就有新婚了 我一哥们住这儿 他女朋友来看他 这花是给他女朋友买的 谁信你啊 我告诉你 给我老实点 要不然下次我见到 我的恩人姐姐 我是不会替你保密的 随便 喂 一会儿介绍我哥们 给你认识的事 算了吧 就你的胡鹏勾用 本姑娘才没兴趣 安静 墨谦 你不认识 原来墨轩说的那个哥们 就是你啊 刚才电话里那个人就是你啊 你平时不是凶巴巴的吗 怎么一到电话里面 讲话那么温柔啊 刚才那个女人声音就是你啊 你变过姓吧 这种女人声音这么像 安静我给你介绍一下 天明哥是我从小 一块长大的发小 这是安静的 你好你好你好 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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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幸福 你好你好你好 那你这花 送给你的 安静 送给我的 对啊 谢谢啊 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人送花给我呢 是吗 那我就是第一个送你花的人 真荣幸啊 我看 这房子真好 房租应该挺贵的吧 一个月八百啊 这么贵啊 来 坐啊 再见 还有强迫症的 这清爽干净的背后 是令人抓狂的 严格要求 以后做他的老婆 踩了 那一笔拉里拉他的人要抢 诶 朱小姐 咖啡 杨白老女士 您的咖啡 百合花女士 咖啡啊 慢慢喝 怎么让我的恩人喝这样的咖啡啊 我去抹点现磨的咖啡豆给你们啊 你想好啊 等你磨完咖啡豆它都挂了 帮你把花插上 不许到 这可是莫轩送给我 这花是我下去买的 那也是莫轩送给我的 买花的钱是我出的 那也是莫轩送给我的 行行行 这花是你的 是莫轩送的 你抱着它别撒手啊 抱着它一辈子啊 要你管 喂 你跟莫轩怎么认识的 文可奉告 这些花都是你画的啊 对啊 哇塞 太好看了 莫轩 你一定是你们系 最有前途的学生 还行吧 不过怎么都是人物画啊 为什么不画风景啊 我喜欢人物 因为人是万物之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把风格瞬间捕折下来 再定格下来 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妙的事 天明 咖啡 谢谢 天明哥喜欢摄影 也喜欢摄影人物 你看过吗 他呢 只对你的作品有兴趣 你们就继续互相崇拜吧 不用管我 吃醋了 莫轩 如果有空的话 你能帮我也画一张吗 可以啊 不过油画 挂在寝室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帮你画一幅素描吧 好吗 好啊 当然好啊 他呀 最喜欢画这些人体素描 别捣乱啊 我一会儿就帮你画 那谢谢啊 麻烦你了 就当是上回感谢你 什么事啊 别告诉他 爱说不说 谁喜欢听你们的艳势 别动 我没动 我去拉拔布 孟轩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 你是客人怎么让你做这个 而且这个地板啊 立刻得擦 要不是会有痕迹的 好 别动啊 等我帮你量一下你的三亭五眼 无聊 那么宽 那么长 你的脸才长呢 行了 不是不是 沐萱 你看 他的比例真的有问题啊 有吗 没有啊 很好啊 五官的比例特别好 笑起来特别灿烂 阿宁 你是个大模特屁的 你知道吗 谢谢啊 求你不要再说了 我难受 你怎么了 有没有止涂药 你别闹了好吗 不是 我认真的 你弄两颗来 我不行了 好 怎么样 莫萱 你最近验过事里没有 别着急 改天帮你画一张 谢谢 不用客气 好了 安宁 看看喜不喜欢 画得真好 从来都没有人 给我画过画 孟宣 谢谢你啊 客气啊 好了 画也送了 画也画了 我们该吃饭了吧 不用了 我该回去需要找我姐了 吃完饭再回去吧 当时我这个扫把心 请你吃顿饭 帮你去去煤气怎么样 扫把心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一块去吧 安宁 今天有人辞职了 心情不好 就算陪她 谁心情不好 辞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原来你也丢到工作了 对他老天还是挺公平的 赶紧吃饭吧 吃完饭她要吃药了 走吧 安宁 我们一块去吧 走吧 走 走吧 安宁 走 走 看电脑吗 张总 这么巧啊 看上哪一台了 我这随便看看 我这卡里两万块钱 密码是你的生日 张总 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但 这钱我不能要 平时我捐给山区里贫困孩子的助学基金 远远超过这个钱 这个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就算是一次平常捐赠吧 谢谢 如果您把我的话解读成其他意思 我说回 不不不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孙杨 其实这钱不光是为了你 你现在还年轻 需要学习 需要进步 你不能做一辈子小打工仔啊 你爷爷奶奶的医药费 你怎么能供得起呢 行了 不用担心 你不说 这钱安静不会知道的 你进去买吧 我在车上等你 去吧 这儿 张总 这个钱我 我不能要 您收款 小梁 松阳 松阳 洗衣盘 你这样一直捧着那束花 你手不累啊 什么莫名其妙的 你打算给我起多少个外号 谁让你 一会儿又养猪的 一会儿又养白牢 一会儿又捧着那个百合装淑女吧 谁装淑女的 谁装淑女的 我本来就是淑女的 我又点了一条三斤多的鱼啊 你请是吧 没问题 随便点啊 都说是兄弟了 尽管下手啊 难得被你宰一次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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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你怎么不吃啊 哎 我先帮你把花放了 谢谢啊 没事 你喝那么急干嘛呀 哎呀没事 咋平时不这样 最近可能跟女朋友闹矛盾了 有点变态 我可干脆翻了算了 虽然杨家姐姐会难受一阵子 但起码啊 我逃脱这个魔掌 像她这种啊 又漂亮又善良的大好人 怎么就跟着这种人 什么什么这种人 我什么人呢我 喂我跟她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呀 瞎说 有病吗 你流药啊 哎呀你俩怎么一说话 就欠啊 吃吧 来 把嘴肚上 可能我上辈子欠了她 很多钱吧 是吧 不用你提醒 欠你的钱我会还得 小短腿还是神经病 好不好 好 真是碰到扫那心